哈囉,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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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嘿嘿,君哥? 就是日子,當在困苦的時候要找一些樂趣 是的 履歷這邊剛剛其實是最高收拾13.62 然後結果交接給機制93.2 嗯 我覺得就是那個讀數字的機器爆掉了 對,但是我覺得我們還是會非常非常努力的把女力所有培養出來 一起陪伴大家的這份情跟愛留下來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四年多 應該說三年多,快四年 女力報道真的讓很多人的生活變得很豐富 而且有一種陪伴的溫暖感 那我們機制校園生活其實也 對不起,我突然看到一個裸男,我嚇一跳 哈哈哈哈 那是我們海技術戰隊的 對,我知道,我知道,我現在看到 很想Cue他 對啊,哇,今天很冷耶 辛苦了,辛苦了 對,就是我們機制校園生活其實有很多 這邊在座的很多年輕人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現在,說真的 生活也是蠻辛苦 疫情來的狀況下 可以給大家一些非常開心溫暖的心情 所以,我覺得剛剛的收視率沒有問題啦 哈哈 我們嗎?你有沒有壓力? 欸,你有沒有壓力? 他還問旁邊的人 哈哈,你問人家 開玩笑的 沒有,他在Cue我們跳糞坑 為什麼要跳糞坑啊? 糞坑是什麼梗? 這不好說 跳糞坑的願望整個承接下去 跳糞坑的願望整個承接下去 表弟 糞坑了啦 跳了 跳了 其實 其實我們的戲是有親屬關係的耶 不是只有現在交接 是戲裡面也有 然後你要Cue誰 你要Cue誰 你一直說是 修度會丟的意思 對啊 對啊 大猩猩臉紅的是嗎? 跳啦 跳啦 跳什麼 真的很沉重 全體穿泳裝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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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點多耶 謝謝很棒 昨天 真的 好棒喔 你們好棒喔 完了欸 我聽到完了兩個字 壓力更大 七級到六級嘛 對 就是代表 天啊 還是我們幫你幫忙 來來來來 不要這樣 往過來 這邊這邊這邊 OK 就是 那真的 好啦 真的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情 對啊 代表大家真的就是 跟我們一起有始有終 然後陪我們到最後 真的是很令人感動 因為畢竟這麼長的時間 一直陪伴 其實真的是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有啊 我以為要講什麼 我想說 昨天我們 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沒有發現 我希望最後幾集 可以越來越高 啊我知道啦 直接破 羅平撞破 他昨天撞破頭 哈哈哈哈 他在殺氣球的時候撞破頭 太感動了 殺氣球的時候撞破頭 不知道今天怎麼來 然後我想說 我以為剛好幫我貼了一個 OK 好可愛喔 對啊 因為他殺氣球 太感動 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爬到桌子上 然後就摔下來 就撞破頭 可能喝的有點多 哈哈哈哈 為了拍照 這是一個紅韻當頭的概念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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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可以延續下去 對 沒錯 沒錯 其實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就是大家很久沒有跟他們見面 所以今天可以在這個場合 跟大家見面非常的開心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一直支持 那其實楊晴其實也接下了金智校園生活 那你們可以給他一點祝福嗎 給啊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要代表講 也有心結 那當然就希望他去那邊可以翻得越來越好 然後有一天可以走進金鐘 對 然後瑟士率比較高 這樣可以嗎 那老公羅平你想要跟他說什麼 我覺得楊晴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女孩 現在真的要跟你分開了耶 對啊 分手雷台 現在真的分手雷台的概念 他沒有配對的 對啊 我覺得其實蠻感傷的 因為跟他一起合作了四年下來 現在要看你也交接下去了 謝謝你 對啊 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講真的蠻感傷的 我也是 因為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戰友 對啊 嗯 希望你越來越好 我也希望你越來越好 謝謝謝謝 你們怎麼感覺很冰冷 你們都在鼓掌 哈哈哈 謝謝你越來越好 我們越來越好 溫暖溫暖 其實那邊要不要聊一下 因為其實女力 女力這邊的收拾 現在不見很好嗎 謝謝謝謝 我覺得這個Petball TVBS台已經都想好了 因為我們從高中開始拍 所以下一個四年就是大學 然後就又當兵 然後再結婚生小孩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我沒有輸 我們從青春開始 對對對 而且機制校園生活 然後機制大學生活 對啊 機制 對 繼續 對所以我們都想好了啦 不擔心 我們也拍一拍一段時間 嗯 只要有趣的事情 看看大家 跟你們說說話 做剛剛的嗎 特別有感覺 其實就是我的婚紗那一場啊 那是 因為是拆了非常非常多天拍的 我大概拍了 前後後拍了七八天吧 然後每次 剛好穿婚紗都是寒流來 那有一場沒有被撿進去是下雨的 就是找不到它 然後很苦情的外面淋雨這樣 然後那天就是13度吧 對就是所以我印象最深就是我的出場 這一整趴都很辛苦 但是也感覺看到呈現就是很值得 對 其實我們現在拍攝是真的進到一間高中拍攝 然後呢我們就被分配到一間教室 所以那間教室算是我們所有人在裡面 貪親說愛的地方 大家會分食零食啊 互相脫衣服啊 都在那裡面 互相脫衣服 對啊就脫衣服的時候你就看到旁邊 對面的那個教室的就開始這樣 然後他們就 因為他們換衣服都很 就大啦啦 就直接啊就這樣吧 直接在教室裡面 對 全部脫 然後那些高中生也是非常熱情 所以常常會我們會收到一些他們餐飲科送的食物啊 或是看到就是我們走出來就想要來拍照啊 限動一下 就是我們真的很融入高中生活吧 然後我們感情也越來越好 所以我真的蠻期待 大家看到的時候會有那種一起回到年輕時的感覺 是吧 老師說什麼呢 這個是這兩隔壁八是沒台詞的 剩你 對啊 對 平常就花太少了 當然可以 沒有他們很乖耶